朋友们 Roof Unleash已经可以实现多面孔视频画面了 它是免费开源的 但如果你的电脑GPU跑不动 或者你不想因为测试一些开源的工具 就把你的硬盘空间搞乱 那可以像我一样 使用Mimi PC这样的在线人工智能生产工具 来远程试一下Roof的多面孔视频画面功能 免费注册成功会赠送50GB的存储空间 在这里可以访问到很多最新的人工智能应用 比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Roof Unleash 每款应用都有非常详细的简介 Roof是一款Open Source开源应用 主要的技术就是生成多角色人物画面视频 接下来我会测试在多人同框的视频里 看看Roof能不能在角色运动幅度特别大的时候 稳定变更视频里的每一个人脸 OK点击上面的Get Started开始按钮 我们需要先选择Hotwell硬件 单击点开 我一般选择Large Pro 生成的速度会快一些 然后来到最下面点击创建按钮 这个应用程序就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 其他应用的安装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需要添加新的应用 点击Add New App就可以了 比如图片生成工具 Auto 1111的同样点击Get Started 然后选好硬件 点击创建按钮 可以非常简洁方便的使用你安装好的应用 点击Operate运行按钮 这里的几个设置可以保持默认 第一项的意思就是运行开始30分钟之后 它会帮我自动的关闭掉 非常方便比较忙 或者在电脑上同时有多个工作在运行的朋友们 其他保持默认设置 点击Operate运行 准备数据大概需要30秒到2分钟 这里是不需要我们支付任何费用的 OK安装好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倒计时30分钟 也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 到了时间就会自动关闭应用 右上角点击这个按钮可以隐藏目录栏 往下拉找到Takirfels目标文件这里 把原始的影片导入进来 比如这个视频 《甄嬛传》非常经典的片段 然后在左边导入我们需要换的人脸头像 因为这个影片里面有三个人脸 所以我就导入了三张图片 在最上面的Input Faces这里 马斯克还有我和川普的图片都导入进来了 接下来我需要识别出影片里面的人脸 来进行一对一的换脸操作 找到Use Faces from this frame 单击一下 意思就是识别出这一针的人脸来 识别的结果呢 在上面的Target Faces这里 单击一下我的脸 我想把甄嬛的脸换成我的 可以看到它就自动换成了我的脸了 OK往下拉 在Frame Number这里呢 找到第二个人脸 OK在9秒钟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试蓝的脸了 同样的让它识别一下它的脸 点击Use Faces 然后往上 可以看到呢 它的脸也识别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 当出现了第二张人脸需要换脸的时候 我们的位置呢 左右两边是需要对应的 左边我的脸排在第二 那我就需要把甄嬛的脸放到第二位 单击一下它的脸 然后选择Move Right 移动到右边 那我们就把华菲的脸换为川普的脸 它们都排在第一位了 单击一下川普的脸 OK它就换过来了 虽然有点怪怪的 但是非常的明显它就是换脸成功了 而且它的肤色呢也帮我们调整了 OK接着往下 我们找到第三位人脸 在15秒的时候 安妮容的脸就出来了 没有问题 点击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然后在上面 可以看到第三个人脸呢 也识别出来了 再单击左边的马斯克的脸 OK 这个还蛮协调的 那我们三张脸呢 就分别对应全部都换好了 然后拉到最上面 OK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它会弹出提示给我们 我们可以点击Extend延长这个时间 延长10分钟 点击确认 看到计时射影呢 就帮我们加了10分钟 当然我们可以随时的点击停止 或者手动点击Extend延长这个时间 OK点击Start按钮 我们开始进行换脸的操作 来到右边 单击一下这个按钮呢 可以看到进度 OK可以看到 百分百已经生成完成了 在file文件这里 点开output输出按钮 这个影片呢 就是换脸之后的影片了 把它download下载下来 来看看成果 这几年的情爱 这个时光 真是错误了 皇上 你害得吃了好苦啊 这样好的阳光 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马斯克风韵犹存啊 怎么样 可以玩赚这些经典的台词片段了 我们再来试试 同一个画面同时出现三张人脸的时候 并且三个人的运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他能不能换脸成功 同样的把三个要换脸的图像放进来 往上拉 OK三张图片呢 已经导入进来了 然后再把原始影片导入过来 还是用甄嬛传的经典片段 他们在荡秋千 然后旁边呢 是一个小公吕 我就做小公吕的角色好了 这个时候点击use face 使用这一帧画面的人脸 它会识别出来三个人 但不会在最上面target face里面显示 要往下拉 找到detective face 选择人脸这个地方 不过第三张人脸被绳子挡住了 因为我选的这个影片片段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 三个人同时没有被挡住脸的画面很难找到 那我就先做两位主角的换脸 做完再找小公吕单独出现的镜头来识别人脸就好了 点击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可以看到下面呢就识别出两个人脸了 先单击其中一个人脸 然后点击use select face 然后往上 我们可以看到呢 选中的人脸就出现了 那把它的脸换成川普的 然后再往下 单击另一个角色的脸 点击use select face 使用这张脸 按照刚刚我说的规则 对应第一位的换脸成第一位 对应第二位的换脸成第二位 那我现在需要识别出第三张人脸 找到第三张人脸比较清晰的画面 OK就是这个画面了 选择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使用这张画面里面的人脸 可以看到影片里面第三个人脸呢就出现在这里 那我想我作为宫女的角色 所以我就要把宫女放在第二位 选中她 然后点击move left 这样她就去到第二位了 大局换成川普的脸 宫女呢换成我的脸 缓缓的脸呢就换成马斯克 OK往下拉 点击star开始换脸 打开右上角的进度 locks 我们可以实时看到生成所需要的时间 大概是三到四分钟 这样看就很清晰了 不同的位置排名对应不同的换脸角色 OK生成好了来到文件这里 output在输出这里 可以把影片下载过来 OK来看一下成果 好浪漫 川普做虚闭嘴的时候 脸部有手指遮挡 但是她的脸没有晃影 只是马斯克低头或者快速转头的时候 画脸就失效了 所以大家在挑选原始视频的时候要注意 最好是影片里每个画面都能清楚的 识别出完整的脸部 OK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一个影片里面是同一个人 但他在不同的场景之间切换的画脸效果怎么样 比如钢铁人变身的几个场景怎么样能顺利的都换成川普的脸 这个页面是应用刚好自动结束的时候会弹出来的 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成的话呢 可以设置好需要运行的时间 比如10分钟 大家要注意生成好的影片呢 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download下来 因为当我们生成下一个影片的时候 它这里呢 它就会覆盖掉了 或者在settings设置里面取消勾选这个选项 让它在每次运行生成换脸视频的时候 不要轻空我的输出文件夹 OK往下拉 同样在这里上传我们要换成的人脸头像 川普的 然后目标文件这里导入原始的视频 是一个钢铁侠的变身影片 这里它第一针呢没有画面 我们调整一下 OK识别一下它的脸 点击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画面中只有一张脸的话 它会自动就识别到这里了 因为还有几个变身的场景 所以呢找到不同的画面 点击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这里就识别出了两张脸 虽然我们知道这两张脸都是钢铁人 但AI可能会不清楚 因为衣着发型 表情和变身的场景都不一样 为了避免AI会漏掉 所以按照我的这个方法 把不同场景都识别一下人脸 这样才会成功全部换脸 继续往后拉 OK这是第三个变身的场景了 同样点击use face from this frame 把不同场景的钢铁侠都识别出来 让AI都帮我变成川普的脸 OK往下拉 点击start开始按钮进行画脸 右边这里locks呢 可以看到画脸的进度 大家可以根据预计的画脸时长 来延长我们的运行时间 比如可以看到这里还需要四分钟 那我就再延长个三分钟 点击confirm确认 可以看到生成影片用了三分十四秒 来到文件这里 在output输出文件夹里面 把影片下载下来 只要是生成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提前的点击stop按钮 停止运行了 我用同样的方法 还做了马斯克的换脸影片 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很酷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 在Mimi PC开源人工智能平台上 可以轻松使用热门模型 创建AI图像和视频 多个角色换脸 训练个性化的罗染模型 语音和音乐创作等等 不需要高性能硬件 没有复杂的安装或者下载 新用户还有50GB和金额赠送 大家赶快去试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 和人工智能的新玩法 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